Yeah 今天的來賓是台北市議員許淑華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再生各位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大家好 好 因為今天淑華小姐姐 為我們帶來早上 這個羞腾腾的專案報告 講的就是乾貴的火災 台北市政府那邊 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才做出這一份報告來 一個禮拜 而且這一個禮拜的檢討報告 其實都是針對之前我們議員 或者是媒體 或者是民眾的質疑的部分 他們才去進行去了解 然後就像擠搖膏一樣 我們就問一個問題 然後解不出來 然後隔天就有答案了 然後黃山副市長就出來說明了 不問不解 不問不解 對 然後也沒有主動 也沒有積極 這檢討報告的內容 全部總統寫完的只有一句話 全部都是業者的問題 但是那你檢驗沒有檢驗出問題來 他沒有寫這部分的檢討 最近似乎非常多的事情 都是黃山山副市長佔第一線 那柯文哲市長反而佔到第二線去 我想大家媒體都在看 像新北市只要任何一件事情發生 包括防疫的一些問題出現的時候 都是侯友宜 市長出面 對 我們台北市的防疫的任何工作 也是黃山副市長出現 是 市長也沒看到人 他到底現在在哪裡 他在幹什麼 他現在的主業到底是什麼 是柯市長還是柯主席 當然外界也是在傳承說 是不是因為讓他當接班了 等於是做一個人才培訓的養成機構 可是台北市的市政 不應該是養成機構的培訓中心 應該這樣講 人才培訓歸培訓 你可以上完班之後 下班去訓練他 但是你讓他站第一線 這個是培訓還是交接 這個台北市府是不是在疫情期間 那你覺得他整體的運作 是不是失準還是怎麼樣 像比如說像最近大家好 疫情現在稍微稍稍稍稍穩定了一點 但是針對紓困的部分 那你市政府有沒有比較積極有效的作為 我們常常在問這個 就都沒有 都跟我講說 等中央 等財政部 等勞動部 都是這樣子 然後我說那你的積極作為在哪 你告訴我 他說我們要配合中央 不然我們沒有錢 我說台北市的裁員 不可能倒沒有錢 而且我們現在統統分配款 也拿得比其他限制多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 对我们台北市的市民 要做更多的纾困 包括菜市场的摊贩 包括我们一些小吃店 然后包括现在看到的 台北市光旅馆业 都已经倒了十几家了 那这些你要怎么去纾困 那你有没有去一个积极的作为 也都没有 我会发现说 整个市政府是失能的 不是只是螺丝松了 而且单一住在税率 你台北市自己都可以降低了 你只要税机做一个调整就好 那你只要报给中央就可以 可是他也没有做这些动作 我这样讲好了 就是坦白说 你想想看 我们拿新北来做对比好了 当然有些人会说 新北侯与这样做 是因为他可能有 想要选以后的什么东西 这个我不管 那柯文哲也没有说 他接下来就说 好那两年之后 我就要去台东做医生 他民众党也要运作 可是我感觉很奇怪的事情是 台北市政府这一次 没有那种做第一名 就做领头羊嘛 你像侯友宜会被骂 对不对 因为他讲话都说 我超前部署 那我这件事情我就先这样做 这个中央不同意 我就觉得先可以这样做 那台北市政府也可以这样讲 也许反正 反正你就会被打 那你打了 以前还至少敢讲 那现在被打到不敢讲 就没有一个 这个领头带头的 首都市长的感觉 我觉得这个 他们的竞选策略我们讲白了 民众党也还是要选 那他们的立委也是 他们竞选策略出了一个很奇怪的状况 这个我一定要公开讲 因为我等到下一次再有民众党的人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觉得民众党本身一定有一个恋爱纠察队 就他们团队内部就什么是不干 这个团队内部专抓自己人谈恋爱 你想想看上个礼拜镜周刊那两个 那两个人知名度很低 就是我用章一打开 我想说这两个是谁 然后这么知名度低 非公众人物的恋爱 也要报给 竞逗刊 叫他们去追 你告诉我说 这个东西不是民众党内部爆出来 我才不信 这我对民众党最近不知道在干嘛 觉得很奇怪 邻 working 你 然后 要 去 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